好,欢迎各位来到岁岁念讲堂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房屋财产交易所的实价申报 还是用社串申报比较好,那个好 其实它是有优先顺序的 其实它有优先顺序的 来,比如说 这里有跟你讲说 岁岁念学堂 房屋财产交易所的也实价课税 结果他讲出了一个主题 说申报24万被调为114万 申报24万 你看实价课税 你看一下 交易所的24,结果被调114 他跟你讲这里竟然多了一个90万 90万到底要补税 他说15万 那很可能他就是这样 很简单 你看他是用5%12%的这样下去计算 所以金小姐和大叔那时候也一样 他用 你看一下这个主题已经很久 虽然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什么东西 这里是2020年1月11号的新闻 可是他用106年的 有没有 这一个个人出售房屋的财产交易所的 按房屋平定限制一定比例 高雄国税找到17的售价买进 好 那我们这一个东西拉到这里来的时候 那我们来试验看看 我一直在尝试用新的一个东西 好 那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这里会怎么 会有一个 我现在就尝试一个 有没有即将要用 用什么 用看看有没有触控面板的一个方式 触控面板的一个方式 好 那其他的一个部分 可能就是用尝试说 看能不能用什么 用我们的一个手写的一个方式 这样那没关系 那是手写一个概念 那这里如果以这个画下来一个逻辑概念 那这里有可能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点的部分 这个点的一个部分就是100 很简单 我们在这边就是110年的7月1号 7月1号 这个7月1号就一个概念 这个部分就是在这边卖掉就1.0 这边卖掉就2.0 一个在这边卖一个这边卖 这个叫1.0 一个2.0 那这个部分 我们到底以什么东西 以他的那个卖点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卖 有没有 一个卖 这个卖的部分 看看我们到底是在哪时候卖掉的 这是卖 以卖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我们是以旧字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点 那个点从这边 如果我们再把它画起来 这个点 就是一个 就是105年的1月1号 1月1号 这个1月1号的话 这个点这边就是一个买 买 如果是在这里的买 我跟你讲 跟这里的买有差 所以我们如果以买来讲 各以买来讲 跟以卖来讲不一样 买的部分 只要你在这边买的 以后不管你在哪里卖 在哪里卖 在哪里卖 通通都还是旧字 通通都还是旧字 那如果你在从105年1月1号才买的 如果你在这边买的 如果你现在从这边买的 以后你不管是在 在这边卖 还是在这边卖 我跟你讲 这里就1.0 那以后这里就2.0 那它的一个差异点 就在110年的7月1号 差异点就在110年的7月1号 所以110年的7月1号 就是一个什么关键性 这件事情可能会认为 你要先看你买是哪时候买 请问一下你是旧字还是新字 如果是105年 如果是105年1月1号以前买的 我就是旧字 如果是105年1月1号以后买的 我就是新字 但是新字以后 如果你卖是在哪时候卖 是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现在即刻起到这个7月1号 6月30号以前 我就是变成1.0 那我要告诉各位 以后不会有三种东西的 过了7月1号以后 我跟你讲只剩下旧字跟新字 那个新字就是2.0 所以1.0只剩下现在这个寿命 现在今天就是4月14号 4月14号到6月30号而已 所以以后就是旧字跟新字 所以为什么今天你的旧字 还是要知道 因为很多的房子 如果在这边已经持有 都还没卖 那以后卖掉就是旧字 所以你为什么要 现在要特别要跟你强调 一个旧字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好来 所以这个就是旧字 旧字你没有发现一件事 在你的讲义的第二页这里 他告诉你 我们106年度 个人出售房屋的财产交易所的计算 有没有太古老了 结果你看 我提供给位 这个也是109年 那109年度 个人出售的财产交易所的计算规定 有没有看到 这2月24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财政部我国105年实施房地合议后新字 个人交易的房地 如属于新字换围 以你实际成交价格为基础 计算房地交易所的课税 个人出售的房屋如果非属于新字课税的范围 因一所的税法第14条 第一项第7列规定 适用旧字财产交易所的课税 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出来 它的分类非常的清楚 如果是在哪里 我们如果是在105年1月1号以前 就是什么 就是旧字 105年1月1号就是新字 但是这里没有包含所谓的什么 继承跟正宇 如果户居正宇有可能延续旧字 如果你在这边拿到 你这边继承 继承之前在105年1月1号 也有可能是就是那是例外 所以现在是跟你讲一个 非常轻松的一个过程里面 那这里的话 又跟各位讲 那这边家就很清楚了 我们新的房地合一2.0 会再进一步的跟各位做一个 基本的一个说明 那大家大概会在 我看一下 它之前会有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 这个东西 我真的在这边找的时候 为什么要给各位说一定要去做 做这一个东西 因为它就是方便 比如说 我常常我自己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的 你就在这边 你看一下 我就是要找一样东西 我点进来真的部落格可以让我 我要找的东西就可以找得到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是别屈国税 这是经济日报的 这是联合新闻暖 这个是工商时报 我要找什么 我告诉你我要找一样东西 找那样东西就是我特别放上去的 所以一定要找什么 找这一个图形的 各位你看一下 碎碎练奖堂 我要跟你讲就是2.0 2.0版的 我跟你讲 你去立法院有好几个版本 那你一定要在这个连结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里 我把它点开来 你看我就可以找到 为什么呢 因为要在这个连结里面 要写上113.0 立法院三读通过版本 这个三读通过版本 不会因为有三个四个 立法院都有提出版本 你如果下载错就不是这个版本 那这边你没有发现说 个人盈利是中文明国 165年以后取得的 有没有看到 一开始明明 以前还要跟你讲分什么连日期的 我跟你讲 新版以后通通都是105年1月1号 105年1月1号取得 我就跟你讲 以后就是新制 那105年1月1号以前取得的 我跟你讲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旧制 以后旧制还依然存在 只是有一个部分 哪一个部分 就是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1010.7月1号 有可能只剩下这一段期间 就变成1.0 那这一段期间 从今天开始 4月14号到6月30号 如果你超过这个期间 我跟你讲 以后就是所谓的 美威威在跟你讨论什么1.0 完全就是房地合一 跟谁 跟旧制 所以现在你会继续学旧制 这个是这个原因 好来 他跟你讲 109年房屋计算规定 108年主要的差异如下 好来 这一个东西 那这一个的东西 等一下会教各位 怎么去试算的部分 但是今天各位拿到的讲义里面 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因为到今年 今天的话 他还是有一点 一点变化 为什么 因为在这边 我有给各位这个讲义 你看一下这里 这里几乎一样 但是跟我们等一下 讲义要讲的一样 几乎在这里 那等一下会讲 再来就是你按这个标准的计算 所以这个给各位 这个给各位 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看法的话 我跟你讲 你就不知道谁心谁就 可是我有给各位另外一个讲义 各位 如果你在这个税新闻里面 第三个档案 你如果把它点开来 这第三个档案里面 你会看到就有这个检表 这个检表就很清楚 以前108 109 你有没有发现 平静限值 有没有 你看47比46都比他还要高的 3635除非是一样的 有没有少的 那有的东西还怎样 比如说你看台中市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竟然怎样 25跟20还差了5位 比例调得很快 南屯区跟这里还要5位 那我看一下有一个 有人跟我讲一涨就涨一倍 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这个东西 他说台南是有一个地方 叫做山化 你看9 山化以前只有9 现在变12 也调得蛮快的 还有一个新市 你看一下新市 从10就变调15了 你们看到新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台南科学园区 一部分在山化 一部分在新市区 所以马上跳15 有没有看到 他的目标里面就看得到 你看这个东西就很明显的 所以中科有台积电区的地方 还有南科有台积电区的地方 我跟那个房地产都是大涨的 都是大涨的 那未来的一个趋势 明白的 我跟你讲在哪一个地方 这个部分 你知道谁 房价 各位 网路的资源就是可以找到 我都一并跟各位 你看这样 房价 然后有一个走势 内政部 专门找一个内政部 不动产资讯平台 这边就有一个可能的指数 这一个你从哪边拉得出来 105年11地计 再加上如果109年第四季 因为114年第一季还没出来 那你这边看完以后 把它按查询 105年第一季是什么东西 第一季就是刚好我们实施 有没有 房地合一开始 你没有发现 这个价格是先蹲 后跳 先蹲后跳 从这边先蹲后跳的过程里面 我跟你讲 现在实施房地合一 2.0 我跟你讲 也是走 也是走这种趋势 也是先蹲后跳 一定是走这趋势 你看现在这个涨太多了 因为他以前两年 你现在新制以后就变三年 好 反正这个 我要跟你讲 新就是会并存 所以你就是不能不会 好 来 那就是这个东西 这样子到底要怎么去试算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拉出一个这东西来 试算给各位看 很清楚明白的 如果我们现在有氛围 我们如果是救治 各位 如果我们今天 如果这边是救治 如果这个是救治 我们如果不要用这一个 我们把它清楚了 如果我们用黑色的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这边叫做救治 先把它擦掉以后 好 来 救治的一个部分 来这里 我们如果这个叫做救治 救治 救治的话 我们有可能分为来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计算的话 还有第二个 第一个叫做成本可查 成本可查 简单来讲打勾好的成本可查 第二个来讲的话 叫做成本不可查 所以一个成本可查 一个成本不可查 成本可查的话 非常的清楚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可以把它一分为二 什么叫一分为二 然后那如果是这里非常清楚的 如果我是属于房的 然后他就会用你的收入 减掉成本 再减掉我们的费用 那这个叫成本可查 但是他这里是可以 这边第一个东西就是分的 另外一个分的 怎么去区分 有分跟未分 怎么区分 很简单 你如果跟公司买进来一定必分 因为他要怎样 他要去区分说 我这个部分要不要开发票 因为营业税的部分 房屋要开发票 土地可以不开 所以分的部分 那可能我这里就要 房屋的部分就要分 如果我们不分是什么情况 很简单 买进来就没分 卖出去没分 都没有分的话 那我就只要怎样 我这里就一定是两个相看 我这边是房 还有第一期的 然后我就是收入 减成本 减费用 这里也可以 那我跟你讲 这里直接就是自己的 这里不是 这里出来还要乘上房地比 房屋 家 地 然后上面是房 上面是房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大概是这样 他在哪一个地方 很清楚的 我们上面这个房屋跟土地 就用收入减成本减费用 乘上房地比 那房地比用什么 用房屋的平定价值 跟土地的公告限制 这里的部分 用收成费用的部分 他有什么好处 那他分的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你的房子 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土地跟房屋 房地比的部分 我们因为是房屋要克税 会让土地 比如说一开始买的时候 6比4 土地是6 房屋是4 可是因为我们持有一段日子以后 那个房屋会怎样 会因为折旧 所以我们可能变7比3 你这样你的房屋就怎样 赚了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以后要懂一件事 先分再说了 分了以后才会让你的什么 这一个算法会怎样 所以会少小低一点 那还有一个重点 比如说这里房屋是不分的 这里房屋 土地是不分 这个分 那你知道装房 比如说我有 如果有装房200万 我跟你讲 在房屋里面都可以减掉200万 可是这里如果装房 万一说我的这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这里的房屋 有没有 我房屋如果只占了三层 比如说我这里的房屋 只占了一个三层 三层的一个部分 那我房屋在这里 我房屋如果是三层 那我的房屋三层 我的土地这边是七层 那十加三十分之三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你有装房200万 你等于十分之七会被刷掉 因为它是土地 分配给土地区的 所以能够分就一定要分 所以第一个成本可能能分就分 第二个一个概念就在这里 第二个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刚才所说 如果成本不可查 后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竟然会有成本不可查 这里成本不可查 竟然后来会有两种方式 一种在这边 一种在这边 一种它说高价 那高价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简称 叫做豪宅 一种的话 我们把它称作什么东西 称作一般 就是用这一个乘上标准